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沙利文承诺在2026年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前 美国将坚持条约规定的 核弹头上线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国会参议院连夜 具有战线法案辩论及投票 最终于昨晚获得通过 暂缓超过31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生效至2025年年初 下一步将交给总统拜登签署 避免出现债务违约 法案以63票赞成和36票反对 获得通过 在赞成票中 有46票来自民主党 17票来自共和党 两党中的温和派 成为了法案通过的关键力量 而31名共和党人 投下了反对票 只有4张反对票来自民主党 总统拜登则在声明中 称两党间就此达成妥协 保住了美国来之不易的经济成长 避免了出现史上首次债务违约 对美国经济和人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它会尽快签署法案 美国上月的非农业职位 大幅上升并远超预期 劳工部周五公布 5月份非农业职位增加33万9千个 远超预期的19万个 并且是1月以来的最高 不过失业率由4月份的53年最低位回升 到3.7% 高过预期的3.5% 并且是去年10月以来最高 同时工资增长也放慢 平均时薪按月升幅 回落到0.3% 符合预期 按年升幅也放慢到4.3% 稍微低过预期的4.4% 非农业职位已经连续第29个月增长 分析师指出 数据反映劳工市场仍然强劲 供应紧张 但工资通胀有所舒缓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市场预计联邦储备局本月中一息 有超过七成的机会 按兵不动 预计会加息的几率只有两成半左右 总统拜登周四在科罗拉多州出席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时 突然摔倒 白宫随后证实拜登无大碍 拜登当天向毕业生发表了演说 随后跟毕业生一一握手 离开时突然半倒在地 他很快被人扶起来 独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并朝地上指了指 表示自己是被杀带半倒 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一直是选民关注他 能否能胜任总统一职的关键因素 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过半数的选民忧虑拜登的健康状况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再任总统 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胜选 他将在第二任期结束时年满86岁 今年2月 医生为拜登做了体检 并表示拜登身体健康 身体条件适合继续工作 拜登政府本周宣布将增加对南部边境 寻求庇护者的申请处理 每月允许近4万名移民通过预约提出申请 古图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从6月1号起 申请应用程序CBP-1的预约人数 将增加到每天1250次 这一程序将减少走私者的活动 同时也为非公民提供一个安全 有序和人道的进入入境口岸的过程 尽管预约人数的增加 意味着潜在庇护案例的大户上升 但拜登政府还对这一过程实施了其他限制 包括对那些没有首先在沿途其他国家 寻求庇护的人的限制 国土安全部表示 将继续对非法入境的移民实施惩罚 那些没有合理理由留在美国的人 将被驱逐出境 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在单植香烟上 直接印上健康警告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降低烟草对人们的吸引力 同时保护青少年和非烟草使用者 免受尼古丁成瘾影响 加拿大宣布从8月1号开始 在烟草产品包装上 使用图片警告的基础上 将分阶段实施新规 强制烟草公司在2024年7月底前 在其特大号香烟产品上 印有个人健康警告 到2025年4月底将要求 所有其他烟草产品都要贴上警告标签 数据显示 加拿大每年有4.8万人死于吸烟 而新规作为加拿大烟草战略的一部分 希望到2035年 能将加拿大民众的烟草使用量 减少到5%以下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新泽西州南部日前爆发森林大火 当地消防员经过彻夜救援 控制了5000英亩的过火面积 受影响的花园周历高速公路 也已于周五上午重新开放 于周三晚在巴斯河周历森林爆发的大火 烧毁了近8平方英里的土地 当地消防局表示 截止至周五上午 已有50%的火石被控 不再对附近地区的建筑物或居民区造成威胁 而作为预防措施 周四大约有40人被要求撤离至附近的露营区 当局目前仍在确认起火原因 随着洛杉矶计划增加支出 以扩大警察队伍 洛杉矶市警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洛杉矶市的犯罪率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5月20号 洛杉矶暴力犯罪率与2022年同期相比 下降超过10% 其中财产犯罪下降 略高于1% 逮捕人数上升4.4% 相比之下 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 在2022年的前5个月都出现了飙升 今年暴力犯罪的下降 使得2023年的犯罪总数 接近2021年的水平 但财产犯罪仍然比两年前要高得多 数据还显示 仇恨犯罪下降了近6% 凶杀案和枪击案 分别下降27%和17% 与此同时 洛杉矶市长巴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为该市警察部门增加400名警力 美国新闻工会日前表示 将于下周举行罢工 抗议包业集团甘尼特 自2019年与Gatehouse Media合并以来 领导不力并削减员工薪水和福利 作为美国最大的包业集团 甘尼特拥有超过260家本地日报 代表超过50家新闻编辑室员工的工会表示 这场为期一天的罢工将于6月5号开始 抗议甘尼特集团为削减成本 大幅裁员并关闭数十家新闻编辑室 同时挤压员工工资和福利 且未能真挚地就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劳工谈判 甘尼特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公司将努力为有价值的员工 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福利和待遇 并表示新闻内容不会受到罢工的影响 据了解此次罢工举行期间 甘尼特集团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 由于发动机在关闭的情况下 也有起火风险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日前要求车主 将车停在户外 涉及超过14万辆SUV汽车 该公司目前正在召回部分 2015年至2019年款的 林肯MKCSUV车型 福特表示 12伏电池监测传感器可能会出现短路 进而导致车辆在停车或行驶时过热 并使发动机起火 福特要求车主应将车停在远离建筑物的地方 直到收到召回维修通知 周五福特在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在美国 中国和加拿大 共收到19起可能与相关问题有关的起火报告 但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受伤 福特车主预计将在6月26号开始 收到信件通知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一种已经上市的乳腺癌治疗药物 可以降低复发几率 这进一步可以使该药物面向更广泛的患者 诺华制药公司周五宣布 已获得美国食药局批准 用于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药物Kiskoli 可以在患者完成基础治疗 加入该药物后降低乳腺癌复发的风险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 早期确诊的女性患者 以及那些激素受体阳性 HER2阴性女性的患者 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70% 有专家表示 患有这种亚型癌症的女性 在最初确诊后的20至25年 可能还会复发 而将这种药物添加到现在的最佳标准治疗中 将使复发率最多降低25% 该公司也表示 计划在年底前向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 提交相关数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时 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